这边是没洗百货 这个是联合广场 一些年轻人在这玩这个滑板 但是我得走了 我不能在这再待了 因为一会儿天黑了 我要回唐人街 有一个 我看 叫士德顿街 到那看一看 趁着天还没黑 一会儿就该黑了 天黑一个是不安全 另外一个是 天黑有点冷啊 会比较冷 从这边走吗 这边走也行 这个是寒洞那个路啊 叫士德顿街 从这个寒洞穿过去 就是 华人 经常去购物的那些 什么水果蔬菜店啊 什么的 现在应该都关门了吧 我第一次走着来唐人街 就是从这个寒洞穿过来的 当时还用 国内带来的华为手机导航 穿过这个寒洞来到唐人街 士德顿街 士德顿街 这边有一个喷泉 它这个喷泉的外边都是各种 我以前看过就看不懂什么各种小怪物什么的 看像乌龟一样的 各种各样的东西啊 这是它上边的 就是充满了想象 各种小的玩偶 还有小女孩 还有这个汽车对吧 还有这是什么呀 反正好多都是怪怪的 还有倒水的一位女子 还有这样的宫殿啊 这个想象力真的很丰富啊 Cliff House 悬崖房 悬崖屋好像是旧金山的一个地方 我在地团上见过 各种 嗨 还跟我打个招呼 有个冷漠 还有这个人在玩滑板啊 这个人 这个真的很宏大呀 还有老鹰在飞 还有这些小孩子们在 养泳游泳什么的 各种的小怪物 穿山甲这个是 鳄鱼这是 这是鳄鱼 还有这个女子 各种各样的 哦不是了 还有那个 那种圆的盖子 有点冷了 降温了有点 真的很丰富啊 想象力 但是今天是没时间了 哪天天气好一点的时候 我在啥吧 这边有一些酒店 这边 这些酒店 现在疫情好像真的 似乎是结束了 这个寒冬有点危险啊 以前曾经 在寒冬门口那边 有一位 亚裔的女子在那走 结果突然 有两个黑人 这个鼓包了 这个 坏了 这个 有两个黑人 把那个车停在寒冬口 把那个亚裔的女子 拖上车拖走了 这走了 那块挂着四只鞋 电线上边 挂着四只鞋 他在接站 对 他在接这个客人 对 估计他们这个酒店 跟出租车之间有联系 然后那个人 给那个人小费 对 那个人上车的时候 给他两块钱小费啊 让他帮着叫车吧 估计都是游客 这边是停车楼 我第一次来 唐人街的时候 遇到一个黑人 他就跟我搭讪 又跟我拨手 又跟我搭我肩膀 什么的 后来就冲我要钱 能不能给我五美元 要洗澡是怎么着 我说我也没有钱 刚来美国 他说两个钱也行 本来还拿我的手机 要登录他的什么账号 去看他的 也不叫账号 去会员号吧 看他什么家人的照片 也没登录上 我那个手机 可能信号不好吧 后来他还没拿着钱 就走了 有个黑人 我觉得不太好啊 那么 身强力壮 出人要钱 联合广场 他这个 他这个写个联合广场 有这种一个 拿着叉子的女神的 这么一个海神的图标 影像 就是他这个隧道 在2017年 我曾经来过这边 2017年的10月份 从这走过 现在到了2022年 这个是鱼 一会儿 多少年了 五年 对不 这里边有好多尘土 这个隧道也不短 鱼 鲤鱼 是吧 这个也有自行车道 这里边 也可以骑自行车 也有涂鸦 那边 这边就有点像咱们 中国的这个鱼的样子了 对吧 传统的鲤鱼的样子了 噪音好大 这边有这么一个地方 让我想起了 以前在深圳的时候 有一个叫梧桐山隧道吧 那个比这要长一点 那边山比较多 鱼 这边 有这么一个门 滑布 曝光过度 这手机 现在好了 对吧 点一下屏幕就好了 这边都是 人体的体验啊 这个什么花 这是 小黄花啊 很好看 这边还有对联 安老 敬老 一样天年 歌盛世 自助 互助 福 真 康乐 助 霞 凌 繁体字有点不太好认啊 请小心看管 个人财物 加强针 生日后的批准 加强针还没批准 有些事 我们分享的是爱病非病毒 健康饮食餐盘 这是泛美金色塔这边 这边是一个大上坡 这就不要上去了 太大了 这上坡 哈哈 再见 拜拜 再见 这边好多都已经下班了